社長柯文哲昨天喊出說醫護的連醫護人員都必須打疫苗 不過卻有前線的人員認為政府應該有相關配套 讓醫護施打之後可以充分休息 因為副作用會發燒 有人會疼痛 那麼這樣的情形 其實同樣是醫護人員的續長夫人 陳佩琪曾經表態他不打 但現在被使用是不是不得不低頭 也施打了引發討論 第一線接護確診病患 醫護人員染疫風險高 也讓臺北市長柯文哲下令 強制靈異醫護得打疫苗 但停在醫護額裡可行嗎 大家有各自各自的家族跟家人需要照顧 那也其實也不會想要 也不會想要得到這個COVID-19 你有打保護力一定是大於沒打 那我覺得這是個人需要去權衡的地方 擔任刀房護理師的伊先生 有兩個小孩 他坦言打疫苗保護力一定比較好 但也要承受副作用 加上疫情關係工作壓力較大 若沒有相對應的配套措施 但是強制要打對醫護的身心靈 恐怕都是煎熬 我自己的同事們 有的人是可能燒了兩天 不舒服了兩天 那剛好我們單位都還是能配合 那如果政府真的要往這個方向推的話 我覺得這可能是要考量 可是還是要考量當下 照護人力的人數問題 除了保護自己也要防堵成為院內破口 柯文哲態度依舊強硬 但面對自己的太太 也是醫護人員的陳佩琦 原先表態不打 隨後又施打 遭到網友怒罵 陳佩琦也在留言反映 已經打給市長強烈抗議 而柯文哲則直接用鏡頭暖心喊話 而北市也已徵召 1542名的退醫人員 其中也包含民眾黨的立委 蔡壁爐 21號來到和平音樂進行報道 只要立院修會期間 我都可以來參與這樣的一個工作 全力支援前線 一戶上下全都動起來 就是要為國家守住戰線 記得交國鋒 台北採訪報導